东汉名将关羽一人能够抵百将 武功高强 一生杀人无数 死后竟能成为佛教护法齐兰菩萨 反而一代枭雄曹操 一生传奇却凄凉离世 死后竟转世投胎 到了这个地方 看完让人大吃一惊 一 轮回生为诛 佛安 自世院 苏州人 年三十多岁 邻居友人杀诛 取出其五脏六腑 猪的肝脏上竟然有曹操两个字 于是 惊慌恐怖而发心 前往上京桥的天竺庵 出家为僧 后来住在北豪的大王庙 每日以念佛为功课 如果有人供养钱 则买香花来供养佛 并熟救鱼鸟来放生 清高宗乾隆四十一年 清高宗乾隆四十一年三月 得急病 派遣徒弟前往施林寺 请僧众礼拜净土颤三天 并施放瑜伽宴口一谈 等三日期满后 次日设斋言召请客人前来 与之辞别 并称念佛明 其屠众在一旁唱和 念了三炷香之后 已经到了中午 佛安说 我走了 然后端坐而往生 三国时期的曹操 可谓奸恶一世 但他刚死不久 王位被窜 妻妾被夺 为什么猪的肝脏上 会有曹操的名字呢 岳称论师在中观四百论大书中 也曾经举过一个比喻 来说明这种不共的缘起 这就是前世不可思议的因缘 反映在今生的身体里面 如果用科学来解释 肯定没有办法解释得清楚 但这毕竟是人们亲眼所见 有历史记载的 新戏的观众可能想起 三国中曹操和朱 确实有过一次 接触 那是在陈宫捉放曹时出现的 曹操刺杀董卓失败而逃亡 在忠牧县被县令陈宫抓获 陈宫敬佩曹操是个英雄 静气官追随曹操 逃跑途中 曹操带陈宫来到吕伯舍家借宿 吕伯舍是曹操父亲曹松的结义兄弟 他明知曹操是逃犯 却没有害怕之意 还亲自去买酒款待二人 曹操和陈宫在屋中静等 却心神不宁 忽听到后院有磨刀之声 顿时惊疑起来 凑近偷听 只听有人说 先绑起来再杀他 怎么样 曹操当即断定中了吕伯舍圈套 不由分说 和陈宫闯入后院 将吕家八口人全部杀死 二人担心有还有活口 仔细搜查 却在厨房旁边看到一口绑起来的猪 这下才明白误杀了好人 是已至此 也只好一走了之 巧不巧 路上又撞见了买了韭菜回家的吕伯舍 曹操心狠 趁吕伯舍不注意 又将其斩杀 然后又惆怅满志地说出了他的厚黑名言 宁叫我赴天下人 休叫天下人赴我 成功这才领略了曹操的人性 原来和董卓是一路人 均为大奸大恶之徒 这个故事里 曹操因为一口猪而大开杀戒 恩将仇报 猪的肚子本来没有刨开 刨开以后 发现了上面的字 这种奥妙是任何科学无法解释的 但在佛教里 却有这样的因果规律 即使造了一瞬间的恶业 果报也会无穷无尽 曹操很有可能 就是曾经在地狱道 恶鬼道中受尽了苦难 才转生成了猪这种贪吃的牲畜 最终还是逃不掉被惨杀的结局 因此我们大家不要为了功名利禄 而损坏名声 来破坏我们的来世 否则 后果是相当可怕的 贪心是非常大的怨敌 无论你当时是多么的大富大贵 只要你有嗔恨心 有贪心 一念之差 你就进入了三恶道 即使 你进了天道 当你想尽了所有的荣华富贵 想完了的时候 还是要堕入恶道的 终究不是长远之计 最稳妥的办法就是念佛了托生死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不要再六道轮回 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明白 贪心成恶鬼 所以在恶鬼道的人 基本上是贪心重的人 一旦生起了贪心 当下我们就要制止住 一生佛号把它遏制住 这样呢 我们慢慢地休息 形成了一个习惯以后 我们的贪心自然就变得少了 二 因贪欲入地狱 竟如此痛苦 因果通三世 包括上述的曹操也好 皇上也好 总统也好 富翁也好 名人等等 你在大富大贵的人 只要你因为享乐造恶了 地狱面前人人平等 所以一切贪欲 比如说曹操的杀生 杀 道 银 旺 酒 这些都是我们所有的贪欲 我们的无名 我们的无知所造成的 为了那瞬间的享受 使我们堕落到极致 最终要落到千百万劫中 地狱里受折磨的境地 一切贪欲之乐 最终必将坏灭 并具有使人堕落等过患 为了那瞬间的享乐 要在千百万劫中于地狱里受折磨 宋言炳曾经对地狱这样描述道 在日造恶者 押入汤图 或图 刀图 或汤废若牙崩 见树士如山耸 灌铜枝 而变身肉烂 吞铁丸 而满口烟生 遭错磕 则血肉淋漓 入寒冰 则皮肤冻裂 深邃夜风吹在火 命中罗刹喝重生 短短几句话 就将地狱的恐怖景象 尽数罗列出来 让人胆战心惊 而且地狱中的时间 跟人类空间不一样 我们经常听到到了 地狱要受苦几百年 几万年的说法 它是那里的时间 但是相比人世间 可能就几天几个月 在那个环境中 可是实实在在的几万年时间 到这里 我们就可以想象到 从曹操肉身死亡 到转生成猪的时间里 他已经在地狱中 遭受了很长的折磨 不管你拥有什么样的快乐 即使是转轮王的快乐 最后也会毁灭的 龙猛菩萨云 世间一切乐 唯苦被变坏 阿含经也说 积聚中散裂 崇高必堕落 会河中散离 有生无不死 一切快乐都将变成痛苦 而贪值他的结果 却是让我们 堕入三恶趣中受苦 付出长久而艰辛的代价 人们认为的快乐 真正剖析他的本体时 没有任何可靠性 而为他所造的恶业 却会使我们在轮回中 遭受无量痛苦 不管是两性之间的乐受 财富名声所带来的快乐 只是分别念一瞬间的颠倒执着 所谓的享受快乐 不过是痛苦稍微减轻了而已 根本不存在真正的快乐 三 这种人也会堕入地狱 除了曹操这样的贪图享乐 杀生造业会坠入地狱以外 根据佛法的记载 还有九类人 同样会坠入地狱 首先 那些口出恶言 恶语相向 其言语上造作了极重的恶业者 便首当其冲 其次 那些心存恶意 意念上造作极重恶业的人 亦难逃此劫 再者 那些对身心五蕴持有断见 极错误地认为 有情众生之身心五蕴 在某一时刻会彻底断绝 不再复生 亦有可能步入地狱之门 此外 还有那些直持常见 即坚持认为 身心五蕴恒常不变 不会消亡 同样会陷入危险之境 而那些对生死与涅槃持有无因见 即认为 万物皆无因而生 无因而有 亦难逃此难 同样 对生死与涅槃持有无作见 即认为 一切皆为无效邪论 或直空无物 或直无果报 亦会面临地狱的威胁 再者 那些对一切诸法持有无见 即认为诸法皆无自性 一切都是虚无的 亦有可能坠入地狱 而那些持有边界 即不是执着于有 就是执着于空 不是执着于常 就是执着于断 总是走向两个极端 同样会面临巨大的风险 最后 那些不知道知恩图报 对于他人的恩情与帮助 视而不见 甚至望恩负义 亦有可能堕入地狱 因此 我们不应抱有侥幸心理 认为只有像曹操那样的大恶 才算作恶 实际上 我们每天的一句话 一个念头 都可能是导致我们 掉入万劫不复地狱的罪魁祸首 正如《长阿寒经》 和《启示经》所记载 当人死后 会被带到阎王面前接受审讯 每个人审讯的内容几乎相同 因为来到地狱的众生 大都不服不甘 认为自己生前并未作恶 然而 阎王会呵斥他们 指出自己一派 老 病 死 三位化身使者到人间 让人们通过体验这些苦痛 认识到人生的无常 可悲与脆弱 从而能够行善去恶 激功累德 精进修行 以免堕入地狱道 然而 遗憾的是 大多数人却对此无知无觉 继续造作恶业 最终轻易地堕入地狱 因此 我们应当时刻警惕自己的言行和意念 避免造作恶业 以免陷入万劫不复之地狱 同时 我们也要感恩他人的帮助与恩情 执恩图报 以积累善缘 避免遭受恶报 我们分享的这些因果故事 也是希望能给大家一个警醒 就是要我们逐恶莫作 众善奉行 所以希望能看到我这个视频呢 你能明理以后 赶紧地念佛 忏悔 回向 忏悔自己的造业 这就是对你的救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